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今天给大家播讲该太宝 我们接着来讲二战前后苏联优太人的悲剧 那么之前那些集呢 为大家讲了尤伟惠案的悲剧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尤伟惠案这样的历史悲剧呢 尤伟惠案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苏联大清洗运动 到了二战之后的延续 是斯大林社会体制的产物 是斯大林两极对立的思维之下 最大限度的加强积极斗争 最大限度的加强国家政权路线的进行 更为具体的说 尤伟惠案 这就是斯大林战后对外同美国进行冷战 对内加强专制的产物 那么俄国的反游传统 当然也是这个历史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 沙皇俄国不断的进行反游运动 但布尔什维克虽然提出了反对沙皇的 大俄罗斯主义的口号 但他们并没有根除反游主义的独流 而且反而从沙皇俄国那里 继承了反游主义 以镇压犹太的复国主义 来巧妙的对付人民所产生的不满 在列宁之后 和斯大林争夺领导权的对手 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所以斯大林的内心深处 有着非常深的反游情节 从表面上来看 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斯大林 在他的著作里 公开讲话里 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反游主义的迹象 把一切都做得冠冕堂皇 但是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不时地暴露出 对于犹太人的蔑视和敌意 他的女儿在谈到他父亲的时候就说 在他的心里 对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的好感 在斯大林身边生活过多年的赫鲁晓夫 但他的回忆录里也明确地指出 斯大林的一大缺点 就是对犹太民族的态度 非常的不有声 在苏埃政权时代 斯大林也一直维护着反游主义的生命 不愿意下令将反游主义跟处 在内心深处 他自己也经常受到这个反游主义的影响 苏联和美国成为冷战对手之后 斯大林几乎扔掉了种种意识形态的假面具 而把迫害犹太人公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 在他的心中 犹太人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敌人 而尤伟会案和一生阴谋案 就是这种反游主义的极端表现 斯大林之后 对尤伟会案件的平反工作 之所以拖延了那么长的时间 也是反游传统 对赫鲁晓夫等后继苏联领导人影响的结果 当然这里呢 也有斯大林本人的病态心理因素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 以前年迈的斯大林更加的一身一鬼 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怀疑 像摩洛托夫 按理说应该是他最忠实的助手 协助斯大林完成了很多重要的内政外交任务 但是年迈的斯大林 居然怀疑摩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另外比如说普罗西洛夫 他一直是斯大林的忠实干将 可是斯大林从1942年起就开始怀疑 佛罗西洛夫是英国的奸谍 把米怀尔斯置于死地 把游委会作为美国的第五纵队 这完全是斯大林多一心理在作祟 到了后来 他甚至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1951年的时候 正在休养的斯大林 曾经当着赫鲁晓夫和米高杨的面 突然说 我是个无可救养的人 我对谁都不相信 我连自己也不信 作为一个身居如此高位 决定着党和国家命运 影响着世界未来的人 居然会说出这种倘若心计的话 可见斯大林变态的多一心理 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而那些曾经为其所用的人 一旦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 他们的悲剧时刻也就降临 对游委会的镇压 以及接荣而来的反忧行动 给苏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其一呢 他把苏联犹太人 由1917年 苏维埃制度建立起 完全支持苏维埃制度的力量 变成了反对力量 犹太人因此就产生了 强烈的移民要求 斯大林死后 苏联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 犹太人移民潮 成年上万的人 前往以色列 美国等西方国家 这就让苏联丧失了 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 和文化精英 反忧主义就像一个毒瘤 削弱了苏联社会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呢 它导致了苏以关系的恶化 1953年1月 一生阴谋公布之后 以色列国内就爆发了 强烈的反苏浪潮 2月11日 苏联驻以色列使馆被炸 斯大林闻讯大怒 第二天 苏联就宣布与以色列绝交 把以色列最终推向了美国阵营 第三方面呢 这些反游案件 败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形象 对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 和各国的共产党 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美国的一些犹太组织 就掀起了反苏浪潮 在以色列 新苏的共产党 和统一共产党的影响 急剧下降 1956年8月29日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 在访问苏联的时候 就告诉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 1948年 由于贝利亚冒险主义的卑鄙伎俩 有委会以及犹太文定期出晚物 在苏联被查封 我们当时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因为苏联方面对此 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后来又出了医生案件 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 反对我们的敌人的地位 据说这个案件的俄罗斯人 比犹太人还多 可是贝利亚却声称 被镇压的医生 是和一个叫做联合的 犹太组织有联系的犹太人 这就伤害了生活在其他国家的 犹太人的感情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 因此而失去了犹太群众的支持 在议会选举也大受影响 英国有的学者就指出 不管苏联从鼓励反尤主义政策中 得到什么好处 但无疑这种政策带来了直接后果 就是苏联已经失去了 外国共产党人及左翼集团的支持 苏联尤委会案的悲剧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 首先尤委会案作为一个个案 它涉及到民族理论问题 尤其涉及到占人口多数的大民族 也就是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斯大林曾经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 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家 莫罗托夫曾经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是一个大行家 列宁也因此任命他作为第一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913年 斯大林曾经写过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小册子》 他不同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 确定民族问题的两个条件 他提出了界定民族的四个因素 而这四个因素至今也被一些学者奉为经典 这四个因素里有一个叫做共同地域 斯大林当年写书的时候 根据这个因素 断定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他在那本小册里提出 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 正是有了这个观点 也就有了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问题的提法 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把民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 实际上就否定了民族问题的本质 民族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是文化问题 所谓民族平等 首先就是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 多民族的国家必须实行多元文化 世界上民族问题处理的好的多民族国家 大多数是实行多元文化 是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 那么犹太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 善于学习 善于思考 善于经营 向往自由 那么犹太民族在人人历史上 贡献出了一大批大的思想家 科学家 艺术家 企业家和革命家 苏联犹太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 苏联政府不但没有给予扶持和保护 反而采取了同化打压的反有主义政策 这连他们独立的民族地位都不予承认 说到底 这就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十足的表现 正是因为苏联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 这才为后来苏联本身的解体 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下台之后 曾经对苏共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 进行了认真反思 他批评了那种不尊重具体的民族 不尊重人们的民族感情 甚至根据民族特点进行迫害和镇压的做法 并且重新肯定了被列宁斯大林所批判的 所否定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理 但很遗憾 这种觉悟来得太晚 那么第二个启示呢 那就是尤尾胡杨的悲剧 也涉及到共产党和各种群众组织 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党本来是群众组织的一部分 所以它和其他的群众组织 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并且给其他的群众组织 要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 而领袖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更应该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秉持天下为公的崇高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执政为民 但是斯坦林却把共产党以外的 社会团体和组织看作是工具 和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 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党和国家权力 以及作为领袖的斯坦林是至高无上 所有其他人 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和机构 都是为国家统治服务的 都是斯坦林手中的工具 那么尤尾胡的悲剧 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当战争期间需要他的时候 就鼓励尤尾胡和国外的犹太组织联系 为苏联争取援助 当游委会关注犹太人命令的时候 斯坦林则认为游委会一组带袍 只得他充当犹太人的政策代表 在战后形势发生变化 要和美国进行冷战的时候 斯坦林又把游委会 作为反对美国的一发炮弹 最典型的是 他连代表国家政权 直接领导游委会的 苏联情报局领导人 洛佐夫斯基 也一并的逮捕镇压 而菲菲尔他是国家安全机关 安排了游委会的密探 负责监视游委会 其他领导人的活动 甚至在审判游委会成员的时候 仍然帮助安全机关制造假恐物 结果呢 他的作用一发挥完 也同样沦为了牺牲品 像阿波库莫夫 死心塌地的为斯坦林卖兵 最终仍然是被斯坦林所抛弃 艾伦宝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 曾经对斯坦林 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目的不仅预先决定政治策略 而且也预先决定道德 干着分明不公道的事情 就不可能树立公道 把人民变成齿轮和罗斯丁 而把自己变成神话中的神灵 就不可能为平等而斗争 斯坦林对于人民大众的蔑视 是出乎想象的 赫罗晓夫就曾经说过 斯坦林常说 人民是粪土般的废物 是只能跟着强者 一步一驱的乌合之主 斯坦林的女儿也曾经说过 斯坦林最忍受不了的 就是一大群人给他鼓掌 冲他大喊乌拉 这就是他的脸色十分难看 因为他觉得 张着大嘴伸着脖子喊 简直是一群木头 曾经担任过 苏共中央委员的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 韦德维杰夫也曾经说过 对斯坦林来说 布尔什维克党 从来指着他达到 个人目的的工具 他对普通党员 默默关心 而同普通人格格不入 他不会和普通人见面 也不去工厂和机体农装 他也不觉得 需要这样的会见 斯坦林在相信了 自己的非同寻常之后 就开始认为 和他的伟大事业相比 那些他不得已犯下的罪行 只是小事一桩 是为运动交了学费 那么游委会的悲剧 给予我们的第三点启示就是 涉及到法治和人权的问题 法治是维护国家安定 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 人权是国家进步 和社会文明的体现 在社会生活中 无论是一个组织 还是一个公民 他的义务和权利是共存的 都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但是在斯大林时期 苏联的法律形成虚设 党和国家的一切大事 都取决于斯大林一人之首 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斯大林在国内 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 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冤案 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 就成为了他暴政的牺牲品 法律在强权面前变成了奴仆 人权在统治者的手中 沦为了卑贱的侍女 尤尔会议案从炮制到审判 几乎都是由斯大林一手操纵 而对米霍尔斯 居然采取了极为卑劣 令人发指的暗杀手 斯大林的行为 不仅践踏了苏联的法律 也破坏了苏联国家机器的形象 以绝对数字计算 斯大林在统治苏联的25年里 他所杀害的革命家 社会精英和无辜的民众 比罗曼诺夫王朝 统治俄国的300年里 杀害的总和还有多很多 因此有的历史学家就说 斯大林的为所欲为 和无法无天 永远都不应该被遗忘 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 基拉斯就曾经说过 斯大林是什么罪行都干得出来的 因为没有一种罪行 他没有犯过 无论我们以何种标准衡量他 历史上最大的罪犯的头衔 都会落在他的身上 无论怎样 让我们希望他的最大恶极 不但是空前的 而且应该是绝后的 尽管尤委会的悲剧 只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 诸多悲剧中的一个 但他足以从法面证明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了法治 没有了对人权的基本尊重 将会变得多么的恐怖 それ以后我来说 感谢您的支持 他是另外一位 这边就会变得多么的 我们 都感谢您的